大象你看到非常的巨大 在非洲的原始部落 他們常常有一些行為 會用跳躍的方式 你有沒有想過 大象牠會跳嗎 浩平 你到達到非洲去 你有看過大象跳嗎 我先教大家 其實非洲的大象 跟印度大象怎麼分別 非洲大象的耳朵 就像一個非洲的地圖 印度大象耳朵 就像印度的地圖 可是 怎麼會這麼吵 有趣吧 非洲的大象耳朵會特別的大 然後那邊當然比較熱 可是你看到這張照片 你會覺得說 像真的會跳嗎 牠是會用後腿站起來 馬戲團的表演 最像真的會 你看 這不是在這部落裡面 這個森林草原當中 牠兩隻腳抬起來 但是牠後腳沒有跳起來 到底會不會跳 應該不會跳 太重了 我們來看看 其實接下來這影片 一一的來告訴我們 這個來告訴大家 這個只是一個 特別動畫的效果 你看到這個像 在彈簧墊上不但跳 而且好像身體非常的輕盈 身上一隻非洲的大象 達到四噸到五噸那麼重 先強調 這是一個電腦動畫的效果 讓我們來想像 這個像到底會不會跳呢 我們先來實際看看 前面有一個水溝 這個大象想要吃那邊的食物 牠其實好像輕盈地跳過去 不就可以吃了嗎 可是到底這一段影片 要不要證明大象能夠跳呢 後來發現牠好像不太能跳 牠還是用牠的身體跟脖子 特別是深長的鼻子去吃 你看牠生得這麼長 可是牠卻沒有辦法跳過去 對... 是牠想吃的東西 你看這邊又是一個小豪溝 旁邊是鐵路對不對 那麼大象照理講 照理講 我們人都可以輕易跳過去 可是大象到底跳不跳得過去呢 這一段影片似乎又證明 牠好像跳不過去 牠想要吃那邊的食物 只有盡量伸長牠的脖子 特別是鼻子去吃那邊的食物 這段影片也讓我們看了以後發現 剛才前面動畫的 那實在是太誇張了 那麼大象連這麼一點點 鐵軌旁邊碎石道的 這一個小的溝都跨不過去 所以牠等於就不敢跳嗎 對 牠不敢跳 因為你也知道 其實牠要對抗的 在非洲大陸上最大的敵人 是獅子 對 那麼獅子是很兇猛 而且獅子跳躍的功夫也很厲害 非常厲害 那我們來看看 這隻獅子 母獅子直接跳到了 這隻大象的身上 還不只一隻獅子 不只一隻 因為獅子 尤其是母獅子 是主要獵食的高手 那麼通常都是攻獅子在家 等著吃 但是這群母獅子 還是群體來圍攻 群體圍攻的請一下 這隻大象還是沒有辦法跳起來 反倒這些獅子 輕盈的跳到牠的背上 但是獅子對大象 牠沒責的是 第一個 大象體重重 而且身高高 還有一個是牠的皮非常的厚 可是即使遇到這麼危險 一個大獅群在圍著牠 牠都沒有辦法跳起來 牠只能用身體的甩動 然後特別是牠靈巧的鼻子 來擊退敵人 所以在面對這個大象 能不能跳的這個問題上 你仔細看 事實上牠到這個地方 牠把這個獅子 就逼到這個懸崖的邊緣 照理講 牠居然把獅子 給逼到懸崖的邊緣 逼到懸崖的邊緣 牠其實也很簡單 踏上去 跳上去 獅子不就沒轍了嗎 可是這麼一點的高度 你看象在後面 獅子被逼到這個懸崖的邊緣 你有沒有注意到 所有的獅子 全部擠在這懸崖 他們想的地方走了對不對 他們想的糟糕了 不留給我一線生機 對 照理想 大象稍微跨上來 這獅子就只有往下跳 因為獅子的這個 牠能夠榮身之地 在那邊已經很小 那只要大象跨幾步 甚至輕輕的跳上來 那麼就把這個 現在獅子所在的地方 全部都給撩倒了 全部給撩倒了 但是這段影片證明 好像牠真的這麼一點 不到一公尺的高度 牠都跳不上來 所以就差那麼一步了 就把獅子 只能擠到這個地方 那麼其實到底這麼多的 這個動物裡面 哪些最會跳的 我們知道青蛙很會跳 袋鼠很會跳 而且牠們也成為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 牠自己維生的一個方式 因為遇到天敵的時候 牠用跳躍的方式 牠可以眠 可以閃開 可以閃開 但是說實在 我在非洲也遇到 非常會跳的東西 我們先來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既不是鱷魚 也不是蜥蜴 這不是鱷魚 這是世界最大的壁虎 這壁虎 這是壁虎 你看牠的 我說這壁虎 讓我覺得我怎麼跟我家的壁虎 差那麼大 完全不一樣 你看 然後接著你看牠多會跳 直接跳到我的臉上來了 扒在你臉上 壁虎牠跟蜥蜴蜴最大不同 就是牠的腳是有吸盤的 而且這個吸盤 所以牠可以完全黏住你 非常非常的大 就黏在我的臉上 扒下來 但這個世界最大的壁虎 你看牠的眼睛 非常漂亮的線條 那麼黃色 棕色 跟一般的生物 眼睛不同 非常不同 我想牠這個也是一種 所謂的複眼 然後在這個非洲的 馬達加斯加島 如果大家印象裡 看那一部卡通片裡面 那個主角的帽子上 就停著這隻大蜥蜴 大的壁虎 那這隻壁虎 牠的椅巴仔細看 牠有一個平平的板子 所以牠跳躍的時候 有類似飛鼠 可以滑翔飛行 你是說在天空中保持平衡 對 所以牠變成還是一隻 可以滑翔飛行的壁虎 所以你看到牠的尾巴扁扁平平 這是一種特有品種 所以牠在跳的時候 又兼具滑翔飛行 操控方向的效果 那麼今天也特別幫大家 也帶來了一隻 你怎麼帶了這麼大一隻 非常大的綠裂溪 那麼這個綠裂溪 牠跟壁虎最大的不同 你仔細看牠的腳 牠的腳就沒有任何的溪盤 對 牠的腳這是細長的 對 而且像現在天氣 很冷的時候 通常如果飼養當寵物的 牠們都要在家裡 用燈泡來保暖 因為牠冷血動物 對 牠冷血動物 所以牠特別怕冷 現在你看到的 像這些綠裂溪 牠生前其實也就是這樣 非常的溫馴 牠吃的是素的 牠是吃一般的白菜 可是看起來 長相非常的兇犯 對 樣子非常的兇猛 很恐怖 也很像我們傳說中 古老的恐龍對不對 對 其實在這個非洲大陸上 各種奇特的生物 真的是目不暇忌